Lio聊世紀 天天龍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兇人對上哥的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藍方選擇兇人 兇人這個文明是不需要蓋房子的 一開始會減100木 這100木呢 會讓他可以省下所有房子的木材 那算是他的經濟加成吧 兇人的話比較適合打這個馬功路線 雖然他有遊俠 也有打了和騎兵可以使用 那本身兇人的話也可以打這個劇情投石機 有這個30%命中加成 所以劇情投石機互斗的情況下 兇人是有一定的優勢的 那馬功路線還是比較適合他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哥德仁 哥德仁最大特色是步兵單位有這個潔面 食物潔面量效耗非常大 但你需要享用這個潔面的話 一定要濃起來 沒有濃起來的話 這個潔面效果其實不太明顯的 那本身哥德仁呢 吃這個犀牛 跟鹿肉 還有一些斑馬 鴕鳥之類的野生動物 可以吃得更久一點 可以補正他前期一些經濟加成 那哥德仁的話 他算是步兵文明 但是他沒有三防 所以在打哥德衛隊 其他單位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防禦特別不弱 很容易被對方的工兵給射爆 那哥德仁他的好處是 他還有火箱可以用 所以步兵內戰的時候 可以多多散用他的火槍 我覺得哥德仁玩起來 還算是偏難玩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練哥德的話 那你可能需要有一個 M的挑戰的心態 才會玩的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覺得哥德真的偏難 好 接下來我們先加速一下下 那 哈德這次選哥德 哥德最近蠻少看到的 主要是經濟場大失散 哥德這個文明 在經濟場來說 並不是太強勢 甚至有點偏爛 那在阿拉伯來說 其實也是這樣子 但至少比這個 競技場大失散來說 出場率是更高一點點的 那哥德仁之前 是沒有這個吃犀牛 吃牛一點的效果 這個鴕鳥這些的 但是有增加這個效果之後 哥德仁的前期的打法 變得比較多變一點點 可以多打這個棒棒開 或是直接打這個四流開也可以 但我個人覺得 其實打中甲步兵開 加中甲塔 是他前期前壓最後打法 這個戰術甚至連打團戰都可以用 因為這個打中甲塔之後 加里也繼續挖石頭 插件才鎖在加里 然後中甲塔前面拖時間 至少可以搞掉一家 其實還蠻有用的 單挑來說是比較少見 我不太知道為什麼 這招其實 單挑其實也可以用 可能頂尖高手覺得 這招用起來太容易被人家擋下來 這確實也是 因為這個戰術太... 太早前就有了 很多高手們都會守 好 那兩邊都點下了 封箭時代 哥德是19P點 凶人這邊21P 那NBL最近比賽 在... 在我頻道應該算是蠻長贏的 現在也沒有很常輸 這一場應該... 凶人打哥的 好像不好說耶 因為凶人打過比很爛 沒有三級方 嗯...不好說 好 先不要力氣 目前看起來 NBL是偏劣勢的 但是如果他可以用馬弓跟騎士 打出一些經濟優勢 村民差距的話 那NBL應該是可以屌虐對手 但是哈德這個玩家 分數也是2600分 剩快2700分 所以要說屌虐我看也是非常困難 接下來看地圖 地圖來說的話 是哈德進化在前面很難受 果子在後方比較舒服 那NBL是果子在前方 前期很難受 其實兩邊差不多 但進化在後面 所以中後期比較輕鬆 兩邊是有點相反的 NBL圖其實也是蠻難受的 他這樣子圍是剛好的 哈德就要圍得非常大 前期一定要非常被動一點 哇他圍這什麼東西啊 圍得超級 好奇彎來彎去耶 但是圍得不錯 但是真的是圍得很好 雖然圍得很奇怪 但圍得不錯 好那NBL這邊是決定要打刺猴 好刺猴稍微做個追逐 下方塊圍吼 兩邊刺猴應該不會一直打 都是做一個偵查 稍微反制一下而已 好刺猴按了幾隻出來 好當然馬上在果子區 按了一個射箭場 還有一個兵工場 後來是要轉一些毛兵或是小弓了 那修了有個打法 就是封劍時代 屯十隻弓兵 升到城堡時代 先點奴兵 後轉馬弓 這個打法 那這個打法的話算是 有點算是強軍式all in 所以不太建議大家去學習 但這個打法的好處是可以立即 給對方重傷 打一些比較沒有像他們高級的場次的時候 這個招式是很有殺傷力的 但是你只能打這些不會守的人 就等於說就是這招就是虐菜的一個打法 通常對方會往珍藏很到位的 都一眼就看出來 喔你這個在升工兵 就很好抓到你這個工兵出門時間 然後就把你的工兵給反制掉 通常打不到任何東西還會送我一波兵 但是MBL這場沒有這樣打 他裡面並沒有藏工兵 而是藏毛兵 想要毛兵對射 所以就可以讓HART去思考 欸裡面藏的是工兵啊還是毛兵啊 如果他這邊毛兵出來的話 HART就可以稍微安心一點點 喔看到毛兵了 OK那 路易故意讓MBL 把這個裡面的兵放出來 是他的技毛 所以我覺得HART這邊細節打得還不錯 那知道他是毛兵之後 就很安心了 來待會他是雙射箭場 肯定是出馬功了 出工兵的可能性就偏低了 那哥德這邊就很簡單 只要出生女喔 配上一些少量的槍兵 甚至加上戰毛兵喔 就可以直接打贏這些馬功單位 那兵的馬功在這個時間點是九折 其實算稍微便宜一點點 也沒有到便宜到很多 但打馬功還是可以打出一些優勢來 好在毛兵身上去二級射二級防 哥德這邊直接點下去 MBL這邊二攻點下防禦沒有點 其實這攻防禦有點跟沒點其實差不多的 那這個情況喔 對方這個組成搭配很難受 你現在出騎士去打也不太好打 因為人家有騎士又有槍兵喔 所以戰毛兵你可以第一時間反擊喔 這邊出頭車確實是不錯的 看一下MBL這邊怎麼打 時間一長 看到頭車直接撤嗎 直接不打 下方這邊騷擾房子也圍的差不多 這邊圍看起來是可以圍的好好的 哥德人家裡也是補下了一棟工程機製造所 那邊可能會開始打起來 稍微加速再一下下 攻兵數量來到了13隻的馬功 MBL這邊的目標值是25隻馬功 會比較適合他 哥德人城堡是大概是可以打騎士的 因為有二攻二防還有品種 但是對於馬功的情況下 我覺得打騎士並沒有太遲像 我覺得單純出戰毛兵跟頭車或弩炮反制就差不多了 那對方有出騎士的話 用神女稍微照額一下 或是按幾隻槍兵來擋就好 並不要太出太多騎士會比較好 但我覺得哈德這邊很厲害的地方是 他可以保留騎士的數量少量出 然後去針對對方的投石器 對對方有點壓力 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那目前他的搭配也是比較適合 像他的這樣對打 你看這邊也有出長香兵啊 戰毛 騎士 生女都有出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哈德打法 算是哥德人蠻好的一個教學 好 這邊想要圍大一點 但這邊直接要被抓包了 右幫的騎士加工兵直接收掉一隻村民 兩邊都是1比1 但是目前哈德雖然是村民領先 大約11吋 現在雙TC開農 中間蓋下一棟城堡 那城堡位置說好也不好說壞也不壞 壞處的地方是他平地 如果要好一點的話 蓋這個右邊高地算是比較好 這邊有這個高地減免傷害 而且射單位的手會比較通一點 也可以守掉這個墓區 那蓋左邊的一個優點 就是可以守住正面 金礦處也比較安心一點 但是確定就是右邊的墓區守不太住 而且還有高地可以用 好 那目前 哥德這邊是用騎士出去稍微探圖 看一下對方的軍事如何 發現MBL還在爆兵 那哥德這邊是決定要來出這個 哥德衛隊來反擊 哥德衛隊反擊的話 要出量比較多一點 那對於哥德來說經濟是比較吃緊一點 哥德衛隊其實要爆出大量 也是需要一點時間 而且還要不斷村 右邊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HOT這邊應該 哥德應該很了解清楚裡面會產出什麼東西 頭死車 拍了一下沒有倒 殘血 這邊直接反制頭車 但是頭車還是砸到了大量戰貓 戰貓數量只剩下不到十隻 先騎兵上來硬砍 頭死車有點危險 提醒能收掉這兩隻嗎 可以 哇打得漂亮 OK哥德這邊損失一些戰貓有點小 可以喔 但至少頭車有換到 並沒有太慘 好這邊使用少量騎士抓到了MBL村民 MBL這邊村民被殺到直接收村 哇這邊還殺到幾隻村民喔 村民樹又拉開更遠 五次打七次村 村民樹拉居二十村了 好回到正面 正面這邊直接撲了一棟箭塔 箭塔的話就可以有效反制對方的青頭了 這邊車輪再找一下 找到一隻騎士幾乎快滿血的 能夠救得到嗎 來不及救到頭車 哇 MBL這邊打得還算可以 但是有點小虧喔 至少換到 沒換到就真的虧爆了 好 那這邊趕快駐金之後 用這個城 箭塔 駐軍喔 增加箭矢數量 這麼可以優先 先射對方的村民的血量 好這邊頭車又被再度修了回來 好村民差距現在是五七打八七村 八十一村 現在哥德爾這邊 TC抵累並沒有很久 反而是MBL這邊抵累非常多 這邊村民要按不按的 但這邊強軍是打出來很多東西啦 看 這就是MBL這招強大之處喔 大量馬攻 喔27隻囉 27隻超強 然後三台頭車直接硬砸 這個TG會壞得很快 但是大量哥德爾衛隊直接走出來 也沒到非常大量十隻 先拆一台頭車沒問題 但是頭車砸掉了一些哥德爾衛隊 哥德爾衛隊拆掉一台頭車之後 還可以拆掉第二台嗎 再一刀 哇拆掉了 同時同貴運 好這一波是由MBL 他下了勝利喔 怕車這邊損失了所有的哥德爾衛隊 有點虧 但是經濟還是領先的 這邊頭車如果秀得好的話 可能還是可以守得住的 好第三個TC開在左邊的位置 打一發有看到嗎 但還好這邊是高地喔 這裡有一個斜坡喔 高打滴直接換掉對手 MBL變得有點尷尬了 這個有點難打 對方頭車秀得還不錯 就不好繼續硬拆了 頭車在丟的時候都要注意一下 好馬功全部囤積在這邊 有點煩惱 哈特這邊沒有按下更多的戰毛病喔 而是選擇出哥德衛隊 然後3TC開農 好這裡有更多的馬功跟騎士走了出來 好正面頭車又被換掉了一台 MBL頭車越被越換越多 再砸一發能走掉嗎 可以 唉唷這個有點插邊球 好村民來到了66村打101村 繼續砸 唉唷差點就換掉了 好 投石車繼續砸 那目前五台投石車應該可以很順暢的直接解掉才對喔 這邊投石車再繼續互砸 能砸到嗎 殘血剩一滴 再換 唉唷 唉唷 好極限 高打滴 屌換 成功 哈特哥德這邊的投車秀得很漂亮阿 但是TC快不保了喔 三台投車還在努力砸 三台投車要一換五 有可能嗎 有點困難吧 喔果然被換掉了 MBL順利的把這座TC給拿下 好 但是這邊點下的銀怪無政府狀態 開始要來爆哥德衛隊了 呃 無政府狀態是哥德最關鍵的科技喔 可能在軍運產出哥德衛隊 可以讓他迅速爆出大量的正面部隊 去做一個反思 那現在MBL的目標就是 騷擾他大量農田喔 只要讓他農田沒有 讓他正常運轉的話 哥德衛隊的數量就會大幅減少 好這邊他想要再升個一防才要上 那再升一防的話 就可以完全擋掉對方的攻擊力喔 其實現在上也是啦 因為對方的攻擊是七攻 那你這邊也是七防 所以 我覺得數量多暗一點比較重要 這個二防可暗可不暗 還不如升個攻擊力之類的 打得再更痛一點 MBL這邊大軍壓盡 這就是強軍士的好處喔 威力非常強 好 但是 蹭力速還是很落後 76打109 中間補下了一個城堡 這邊勝率直接遭響起來 沒有遭到任何的馬攻 但是TC這個能守住嗎 五台軍 五台頭車直接硬砸 但是哥德威隊直接衝了出來 哥德威隊二防好 稍微躲一下頭車的傷害 比退了一下MBL喔 我覺得MBL不能回頭啊 但是他看到這個城堡 可能要被蓋起來 可能想要放棄喔 但這一回頭 可能就意味著 他再也攻不進去囉 因為這個城堡建起來 就真的完全沒希望了 頂多可以打這邊農田 這邊農田是極限的 MBL這邊決定要撤軍 好 哥德威隊數量來到了蠻多隻喔 24隻 高地在建一棟城堡 MBL撤軍之後 想要打側面 再直接撞到城堡 選擇撤退 右邊有更多的騎士補了上來 OK 那目前看起來 兇人還是要打這個 騎士配馬公路線喔 全部騎乘單位 還是比較適合的 好 這邊決定 哈特決定用哥德威隊 要跟對方換家 這邊換家能換到大量村民嗎 如果可以的話 MBL會直接爆炸喔 好 火車這邊被戳掉了一台 好 第一時間把哥德威隊散開 兩隻打裡面 這邊直接尻城牆的村民 左邊挖手村民也是被打 這邊村民想要招響 結果直接三隻村民倒地 一隻都沒招到 啊有招到一隻 馬公 哇 村民還在被主力殺 太慘了 MBL家裡一團招啊 村民處降之剩67村 左邊這邊還有洞 村民直接追得出來 哇 好慘 村民處已經差距一倍了 66村打126村 好 這邊槍兵跟哥德威隊 再次前壓 收掉了一些頭車 好 現在這個時間點 哥德威隊是非常強大的 好這邊打出一個洞 上方哥德威隊可以再繼續深入 左邊應該來有兩個洞 軍營 好 上來前線支援 但是MBL的正面部隊還是蠻大量的喔 15隻騎士 配上12隻的馬公 而且有單道學 二級設一攻一防 但村民差距真的有點太慘 好這邊哥德威隊走到農田區直接騷擾喔 好 好這時候剪下帝王實彈 哈特這裡難道要直接變成精銳 哥德威隊然後輾過去嗎 經濟輾壓 好像可以喔 好這裡有一些預備隊喔 在家裡做防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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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開始近期的騷擾 但是哥德威隊還是很坦 要射集火4次才能射掉一隻哥德威隊 這個千萬不能硬打 硬打真的會蒸發 好這邊農田區也開始慢慢補回起來 MBL沒有繼續壓這一側 丟一隻騎士進來稍微看一下圖 好這裡稍微直接反打 但對方還是有在控 MBL這邊反應還是比較好一點點 沒有隨意送兵喔還不錯 一直保留這個蠻貢的數量 但是人家哥德威隊到地獄時代了 你應該怎麼打呢 哇手推色也有技能補 哇那哥德威隊待會經濟會非常噁心阿 抽雲速還領先這麼多 好少量抽雲直接被騷擾著騎士 砍人幾村有點虧 好回到正面戰場 正面這邊要繼續打了嗎 MBL喔沒有打算繼續 選擇撤退 看到這麼多的長槍兵 眼鏡可難受阿 被戳到一槍都是虧 好趕快用馬弓稍微甩射一下 減少一下長槍兵的數量 好正面變成哥德威隊在擋 但是MBL這邊打出了GG 問他喔 這就是帝王勸退嗎 哇沒想到哥德這邊守住之後 真的是MBL最後的希望 沒有繼續深入把那坨兵送掉 然後繼續打後面經濟 確實讓他有點虧阿 那我覺得 哥德這邊打的也算是很OK喔 哥德威隊配長槍兵這個路線 確實有打出哥德的特色 當然MBL也是有打出兇仁的特色 當然兇仁這個組合 是可能打贏哥德威隊的 那我覺得MBL 這邊打GG也是因為經濟差距太大 對方升到帝王時代 經濟贏的情況下 哥德威隊大量步兵在出來 確實也是打不太贏 所以才打出了GG 看起來有點可惜 兩邊沒有互打 打到最後 不然這應該會蠻精彩的 稍微看一下經濟吧 應該沒意外是哥德全贏 但這邊兇仁黃金挖超多 挖1萬4 幾乎是哥德的1倍 但哥德其他基礎經濟料 也是贏了快1倍 這個食物也會贏了快1倍 事後者是贏了快10倍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要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